民国100年7月6号 当年桃园归山乡长举办音乐会 邀请职业级Saxphone乐手表演 不用任何语言 只靠美妙的爵士乐声和丰富的肢体动作 就深深打动人心 加上熟悉的老歌重新诠释 显得更有韵味 而当年聆听音乐会的民众各个居家打扮 在自家附近边听音乐边吃东西 欣赏魅力十足的爵士乐 当时举办的桃园归山乡长表示 希望能借此让一文更天敬村里 让乡亲感受音乐的氛围 种下叶变得很爵士 也获得当时许多民众热烈赞扬 记者综合报导